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豪华集聚的小型车 中大型房车 豪华大型车 豪华集聚的休旅 中型休旅 以及豪华大型休旅 大家最喜欢的新轮车 最佳超跑以及最佳MPV 好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15台得主 当然都要给他们掌声咕咛咕咛 我们也统计出了网友心中最佳的Dream Card 以及最大奖 年度金卡奖今天揭晓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两位朋友 因为他们因故缺席 他们所要选的由我代替他们来揭晓 要选出金卡奖乃哥他投给了Prius 那Prius在这一次当中 也同时被选为最佳中型先辈防车 小七他也把他的一票 投给了Prius PF 那我自己的这一票呢 我想要投给就是BMW的5系列 因为我觉得他有油车 电车 又有i5Turing等等即将要来 我觉得他的打击面非常的过 所以我的一票投给了5系列 接下来达人们逐一来揭晓 Bob哥您的一票要投给 我投给了凯燕 原因是 原因是我不知道今天要亮票 一定要啊 记名投票 因为我们投了很多票 其实我觉得凯燕呢 他虽然是在一个中期的改款 但是呢这个品牌的中期改款呢 其实一直都有可观之处 所以不管是在性能给我们更多的想象 另外在他不入于这个品牌该有的程式性跟操控感 其实在这个集聚里面呢 的确有很多朋友 如果他要选择400万豪华大型房车 这台车绝对会是一个他一定会选的车款 好 谢谢Bob哥 凯燕一票 罗哥 您的一票投给 我要投给BMW X1跟IX1 在这边 好 我看到了 在这里 对 因为它这个是电车跟油车的这个共通平台 就像你投BMW 5系列 对不对 但是呢这部是豪华的这个小型修理 而且是欧系的豪华车 那我觉得他在他的尺码里面 做了跟电车非常一样的 这个有效的空间运用 然后呢设计也非常的新潮 然后同时呢 在去年把这个BMW的纯电车 带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高度 好 所以X1 X1一票 谢谢罗哥 德哥 您的一票投给 我投给M3 Touring 最佳性能抽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M3 Touring 第一个它的型霸气 第二个它实用 它等于是历代M3第一个就是采用旅行车 但也可能是最后一代 而且你知道它全时市区安全 你如果在家人的时候呢 你可以享受那种全天候战机的感觉 但你自己开的时候 把动态稳定系统解除 切到Sport 2WD 它还有牵引力控制系统 就好速的 那个极限 你整个横着走 这也是你的军卡对不对 对对对 军卡 好 金卡奖 我就发现现在大家 投票蛮分散的哦 谢谢德哥 下一位 徐南 你的金卡奖得主投给 我投给的是KIA的EV9 也是电动车 对 来 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它的外观 就方方正正 我很喜欢这样的造型 然后再来它是七人座的车格 完全就是我的菜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既然电动车 已经是不可挡的趋势 它有很前瞻的设计 譬如V2L啦 然后它有六座那种旋转椅啦 整个的空间非常舒服 再来还有800V充电效率 完全都是现在电动车的 最高的规格 很有竞争力 价格再低一点点的话 这太棒了 好 许军 好 谢谢秦南 曼尼 我投给那个Toyota Prius 麻烦贴中间一点 好 可以可以 来 因为我选它的原因呢 因为我是应该是第一个试到它的 在日本的时候 那租了它之后其实经验不移 而且另外呢 我觉得Toyota在整个工业设计的改变上面 Prius占有一席之地 它整个的那个造型 完全跟以往的Toyota 完完全是不一样 而且它的底盘 然后它的操控 跟它的没有里程焦虑的这个 我觉得非常棒 而且油耗太棒了 虽然这个行李箱有一点点的小 但瑕不掩瑜 我觉得很爱它的 好的 Prius现在已经三票 谢谢曼尼 阿元 我想要投给CRV 好 这家中型修理得主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关心这个民生议题 如果你今年想要选择一台中型修理的话 脑中一定不会是缺席这个CRV 因为它包含外形 空间机能 安全表现 甚至行路质感都一定程度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它是集中消费者的硬需求 所以选这台车子 好 谢谢阿元 彤哥 您的一票 我呢 性能派的 一定要投给最佳性能车 M3 Touring 是 第二票来了 没错 那虽然还有最佳超跑GD3 RS 但是离我太远 但是我觉得M3 Touring真的是 现在油车跟电车 两个车种这样交汇在一起 最后的选择 也是情怀 对 而且留它绝对很划算 开起来又开心 又实用 如果只有一部车 如果统哥把所有车卖光 我也把它换一台M3 Touring 好的 那真的就是心头最爱了 谢谢统哥 M3 Touring目前两票了 仅次于Prius 来 小Andy 是 您的一票金卡 想要投给 我是LM 您选LM的理由是 对对对对 因为它是我去年 试过所有车里面 我觉得最想拥有的一台车 因为现在家里的人数很适合买一台7M座 你现在是大老板的思维了 对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跟我有点距离 但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带着三代同堂开着它舒服的出油 好的 现在waiting 对 list很长 waiting list很长 好 谢谢小Andy 好 接下来小兰 您的一票要投给 我要投给Toyota的Yaris Cross 对 好 那我可以先说一下 其实我在投票的这个标准 就是每一个集聚当中 它可能改款跟升级幅度最大的 又或者是它有更多的行车新的科技 还有独特性 但是整个年度的这个唯一一台金卡奖的话 就是我会投给影响市场 最多消费者的一款车 那像Toyota的Yaris Cross的话 它是仅次于这个中型集聚 中型休旅集聚以外 最热门的一个中小型矿界休旅 是一个最热门的集聚 所以再加上它的这个空间 实用性 经济性 还有安全性 表现也都很出色 还有就是它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的价格 所以我投给它 可以自国币车 是 是 好 谢谢小兰 下一位 智希 来我们往前一步 您要投给 我投给就是我在去年车展看到我很心动 就是我们的Porsche 911 GT3 RS 那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是会投给它 是因为我觉得保时捷很难想象 现在叫做超跑咯 我想在价格上 性能上 还有在那个乖章的尾翼 我第一次看到它我想说 哇 这个车尾翼大成这样 验车会过吗 我稍微再看一下 果然比车身再短一点点 就很像那个曼阿伦的洗拿一样 那个尾翼啊 非常的迷人 我想如果棉被可以放在上面晒 会有多松软 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台车 好的 达人们选金卡奖 大家看出来吗 也都是他们自己梦想车的一个呈现 谢谢 谢谢 好 雷妮大 是 您的金卡奖要投给 我给BNW的5系列 好 原因是 那我从它的这个入门车型 520i开始讲 520i它在这个动力的数据上面 虽然就是跟同期对头比起来 不是那么亮眼 它的这个应该讲说 杀伤力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为什么你知道吗 侮辱性极强 可是它却能够跑出8秒 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它会有成先起后的效果 接下来大家等着看 很多人会开始向它看起 虽然它有挨舞 但是油车也很值得参考 谢谢雷妮大 接下来 达尾哥 是 我投给KIA的1V9 这一台 是 多人做的电动修旅 为什么吸引到你 虽然我现在的个人需求 已经不需要这么多人的称赞 但是我认为 现在这个电动车 已经进入到一个 风起云有的时代 今年还会创下一个销售新高 然后在这里面 独特的是 它是有三排座 这三排座的设定 让它在这 目前这种电动车里面 它设定了一个 Benchmark的一个规格 然后Benchmark它不止于此 它不是只有三排座 它不管是在外形 在它的功能上 在它的设计上 都有它的独到之处 开创性 对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市场上面 它不管是回顾过去 或放眼未来 1V9在这个市场上 都有被值得注意的地方 好的 谢谢大卫哥 我们总结一下 目前整个得票数 配合只有三票 然后五系列已经 1V9各有两票 越来越拉锯了 Eddie哥 您的这一票要投给 五系列 五系列 好的 来 三比三了 对 第一个 我的理由就是 第一个房车不能亡 我是房车的拥护者 第二个 这个应该说 BMW在油电系统上面的整合 跟销售上面都有 令消费者很满意的 选择跟搭配方 是 再来就是这个品牌 在这个电气化 还有环保内装的材质上 我觉得也很吸引人 在所有制作电动车的过程 都是绿能绿电 是 这个企业形象 跟企业的执行力 令我很佩服 所以这是我选择 5跟i5的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 好 接下来票票的关键 谢谢Eddie哥 小卷 我觉得我的这一票 应该会让战局有点变化 好的 第四票出现了 对 原因是 其实第一个是它的颜值 就是你很少看到 Pureus变得这么帅了 而且有点意识风情出现 然后它是一个 目前市场上 你可以买得到相对经济 比较符合你需求的 一个PHEV车款 而且可以享受到 没有里程焦虑的 电动车驾驭感 这我觉得是它 在我心目中 胜出的一个原因 好 谢谢 谢谢小卷 来 智希 我投的是M3 Touring 他也来了第三票了 其实我心中是Pureus跟M3 Touring 拿不定主意 但是 取向差很多 对 那我原因是因为 我不知道会验票 所以就评审面 可能要给Pureus 但我自己心中 Dream car我给M3 Touring 但其实重点是 过去 你在这种评选中 很难选性能车 但是起码现在有一点实用了 所以可以勉强投下去 好的 好 谢谢智希 接下来又是性能控 小燕哥 我这一票投给了 5系列跟i5 5系列 对 5系列 第四票出现了 我对于这个i5的感受是 它就是我心目中梦想的 那一种理想的车款 那这部车其实 如果上了车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是你理想中的那一台 5系列 i5 那那个不管是科技面 还有对于开车人来说 你重视的各个项目 它都可以让你感到满足 而且还做得更好 是 好 谢谢 谢谢小燕哥 因为小燕哥的投票 目前 BMW的5系列 跟Toyota不一样是BF 各为4票 也就是 如果老爹 也在这两台车 选择其一的话 我们今天金卡奖的得主 就死要尘埃落地 此刻压力有点大吗 我这一票非常重要 你刚刚有没有觉得 我可以卖个关子吗 可以啊 当然 真的 我投给 来 你投给给我 我妈赖我 首先回一下 没有了 可以了 其实看完下来 这个我把这一票投给我 我觉得我很贪心 我什么都要 PERS PERS 武丹奖 好 其实我刚刚讲说 我很贪心我什么都要 就是因为我想要有电 可以存电行驶 但是呢 我又不想去超通站排队 那他PERS就很符合我的需求 再来就是外观帅气 底盘又不错 然后科技面也很好 然后安全性配备 其实都很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我把票投给他 好 此时此刻 第三届金卡奖的年度金卡奖得主 正式出炉了 不然朋友 其实这15台车当中 如果让你选 你会选哪一台呢 今天我们的投票结果 恭喜Toyota Prius BF 拿到了金卡奖 我们看习车咯 走 2024年度金卡奖 就是他 PERS 都说他进步很大 又变得超级帅 好 小姐到底厉害在哪些地方 我觉得他的进步感 就是我们试驾到他之后 我真的觉得跟上一代差很多 不管是我们视觉上 或者是开起来的感觉 甚至是他的电池 跟上一代是不一样的设计 让他的续航里程更长 以我住在桃园来说 其实每天开他 不用加油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续航里程变大 可以体验到 这是一台纯电车的驾驭感 而且他有一颗引擎当作备源 所以我还不用有里程焦虑 没有充电桩都没有关系 好 那Money 帅在哪些地方 其实光看这个车子 第一个就是它的灯 其实细细的一条 远远看起来 分不出灯在哪一个地方 基本上它是一体成型的造型 然后再来 你看现在有哪一台车 它的这个A柱的倾斜 是几乎是跟我们的这个 引擎盖是垂直的 所以它整个的流线型 跟包袱感就好像 那个子弹列车一样 又可以降低风阻 对 非常的漂亮 而且里面空间还OK 坐起来的时候 好 那有漂亮的外形 操控也进步了 对 我当然就是 除了喜欢它的外观以外 重点是我觉得它开起来 你快快开 我觉得它底盘是好的 而且它前驱 但是指向性很好 但是慢慢开了 我就说因为它有纯电 所以少了引擎运转的声音 让我觉得是纯电行驶 非常安静 那疲劳度的这个累积 也有帮助 然后重点是开出去 我从台北高雄 高雄在台北 基本上它大概一桶油 加一桶电 基本上就可以让我完成 这一趟旅程 所以我觉得开起来 整体感受非常好 对 所以它真的有诸多优点 特别吸引人 那网友们 迷信中的Dream Car 又是哪一台呢 揭晓了 这一次的网友 最爱金卡 还有这个中型 最佳中型修宇 都是CRV 小姐 带我们看一下 这台车有哪些特色吧 CRV这台车 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 就已经是国产修宇的 一个销售冠军 它的产品力 一直都备受 台湾消费者肯定 那去年的时候 2023它发表大改款 在这一次的金卡奖 它也是获得了 我们刚才讲到 中型修宇的冠军 跟年度的这个Dream Car 我觉得它最大的吸引力 当然是它的空间 因为你看新一代的这个 CRV它的车厂到4米68 就近4米7了 轴距也很了不起 2米7 我觉得这已经是到 一个中大型房 所以这不管是小家庭 或是中小企业 需要空间的人 CRV都非常适合它 对 而且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这台是顶规的 Prestige车型 就是快127.9万 快128万 有什么特别亮点呢 阿云哥帮我介绍一下 我觉得它 这次最大的 我觉得它还是维持 1.5升的一个 无人增加引进 这也是它一个省油 省税金很不错一个地方 193匹的马力 24.8公斤米扭力 而且虽然这次 基础架构上来讲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针对一些 软硬体的部分有升级 但我觉得是 你在今年 想要购买休旅车 你一定会想到 CRV这台车子 是 而且主动安全配备 也有升级嘛 比如说Level 2的系统 它也是完全的 都上到这次去 低速跟车的一些功能 所以它是完全是符合 现在中型休旅买家 甚至是整个市场买家 最符合他们期待 没错 听说这次金卡奖 还有一些好康 是 在我们现在 收看节目的当下 画面的左下角 有没有看到这个QR Code 记得拿起手机 扫这个QR Code 加入LINE好友 然后私讯小编 你就有机会获得 我们地球航线汽车网 为您准备的大礼包 而且只有今天10点到12点 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是快 别错过这个机会 今天讲这一家 中大型休旅得主 就是KIA的EV9 这台车谁看谁喜欢 童哥也把票投给他 没错 大家要知道 什么时候韩国车 可以建立全新的集聚 尤其在电动车 这个新科技的部分 它居然可以摆出一个 这么好看的外观 然后又很棒的性能 这样子的车子居然是一台 韩国的车子 对啊 所以让你觉得耳目一新 是 是 是 大卫哥 假如现在有人问我说 我想买一台三排做的 可以做70个人 或做6个人的 纯电的大型的SUV 我会推荐哪一款 铁定是KIA的EV9 因为这台车 就像刚刚彤哥讲的 它带出的是一个全新格局 光是看它的外形 它前面的这个方格的 这新图式的头灯 或者它是帅气外形 它是0.28的风主 比我们一般看到方正的那些 SUV来讲的话 它又更低 然后坐进去 该有的那一片到底的那种荧幕 它连中间都没有 那个五寸荧幕都给它填补满 然后中控台音响 还有空间的变化 甚至它的快充800V 它都有 那我说除了它我还能选谁 比电子规格 比外形的帅气度 再比空间机能 它真的都非常的突出 西南 你刚刚有听到 你的金卡奖就投给了 是不是 真的是因为空间变化 很好用 对不对 我们常说七人座的重点 永远是在第二排 那这个它的标准是232 但是它有222 它有不同的尊容的automan 以及这一台 叫做Surveyor C 就是它有旋转的 六人座 我们直接带大家来看 然后它的旋转六人座 第二排在车辆静止 打开门的情况下 就有一些不同的调整机能 那有一个是对老人 或者是常常我们要让小baby上安全椅 保护你的腰力 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中间稍微转一下 它往外 就是一个90度的转 然后老人可以上去 然后你可以帮小朋友调椅子 那我就当作一位 长者上去以后 先调到正向的位置 基本上就可以这样承受 那如果是往内呢 它也有所谓的180度 我就可以 再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 今天可能是妈妈跟小朋友 在第三排做一个面对面的互动 非常好用 这些机能呢 也使得它的六人旋转的这个机能呢 很受到消费者喜爱 是的 奥特曼的 很特别 很独有的一个设计 一样受欢迎 是 这次我们要看到的 是这一次拿到了金卡奖 这一家豪华中大型房车 也是在刚刚年度金卡奖当中 很有冠军上的BMW5系列 小悦哥 你刚刚就对它的电车的部分 战不绝口 是 我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试过很多车 尤其是电车 但是这一台i5 是我第一次上车之后 深深觉得 真的是非常打动我的一部车 因为你对于5系列的 所有的想象 上了这部车 它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因为一般通常 纯电车通常会改变一部车的性格 因为重量的关系 还有它的机能 机械的需求 可是这一部i5 你上了车你心里面觉得 5系列该是什么样子 它就是那个样子 淘汰 淘汰 舒适质感 对 开起来的质感 非常的好 加上里面的一些科技的配备 都是最新的世代 虽然说 一定要追到M60吗 我觉得不用 40的部分开起来就很棒了 那个动力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饱满 而且给你那种 非常随心所欲的那种感受 尤其是开起来的路感的回馈 真的很棒 非常的轻巧 是 那我们今天现场看到的是 它的油车 520i 刚刚那一大就已经说了 它其实就超级具有竞争力 是 我要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真的我们在做车品的时候 外观 性能 操控 内装配备 对不对 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雷达图 那我会给它这个 选它的原因就是 它这个雷达图 轻得很大 轻得很满 它方方面面分数都拿得很高 而且它的车格 现在已经是以前短轴期系列的大小 对 所以它变大又变重 然后这个经济性的部分 还能够顾到 这个分数我就一定给它 再来就是内装配备科技的部分 这个电控的部分 它跟人的黏着度很高 哪怕是你用这个电子锁石 从你进车坐到里面开车 一路到回到家 中间导航设定等等 它的那种科技程度 还有给你的尊容感受 我觉得那个人性的部分 它表现得特别到位 好 那第一次 这第一次看到 内装质感给了很高的评价 伊迪哥 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家车5或i5都用了这个 interaction bar的这个 所谓车内的这些导光条 是 那这个车内 伴随着气氛灯 它有一个号称就是 其实能对抗日光 一般日光下去 这个气氛灯就没有办法表现 但它确实在明亮度 在这个造型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无风向的出风口 然后把出风的位置 设计在这个间隙间 就不会像传统的车那样 都还要去调整出风口的位置 它改用风量导流式 还有我们讲的 operating system的8.5 其实是等级很高 那我们讲的内用的 原厂配的导航 也是大概同级车松 目前最好用的一个导航设备 还有这个AR扩增 然后整体的表现在跨时代 作为一个新车型的推出 我觉得内外兼具 尤其内装更新晃神移 好 这是咱们 这一次给予它肯定 以及推荐给大家的理由 看到这里别忘了 扫QR Code 加卖好友抽加玛丽包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介绍更多奖项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了 金卡尔奖的颁奖典礼 大家都知道 2023年台湾车市非常旺 那最后的总挂牌数 创了18年来的新高 所以有高达91款车 来奖助我们15个奖项 以及增加的 网友最佳Dream car 还有年度金卡尔奖 加上去之后是17项的大奖 那其实大家看最后的得奖名单 Toyota很厉害 它总共拿到了4席 除了年度金卡尔奖 那Prius呢 一台车占2席之外 另外我们再看到 另外两台车 为什么 导人朋友们 或者我们的网友们 也给它那么大的肯定 德哥 我们看到的是 最佳的中大型房车 是Toyota的QRound 其实QRound是一个很特别的车 其实在70年代 它就是要坐高级车 只是后来有Lessus 但是你 大家我觉得大家开过QRound 你会觉得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那个惊艳感觉就是 它看起来像跑旅哦 可是它底盘比较高 那这开起来是什么样呢 其实它操控真的很棒 它因为它用的平台呢 是TNGA K 它跟一般的TNGA不一样 是后轴呢 它是用五连杆 所以你在开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 底盘的服贴性极好 那我觉得会想要买QRound的人呢 基本上会有一个纠结的点 就是我到底买2.4 Turbo的 四驱的 还是买2.5NA就好 因为它价差有50万 我说真的 我觉得那50万呢 有一部分除了动力更强 一部分是在内装的优化 那它四驱的部分呢 在站立的部分有没有更强 其实我在测0到100加速 我有点吓到 你知道QRound 2.4 它重效是348P 0到100加速不到6秒 5.89 然后有一个重点是 台湾的QRound呢 那个四驱版本呢 它后轴没有主动转向 日本有 但是它有A 就是主动悬掉 但是我觉得在跑三路呢 我自己是觉得2.5差不多啦 它没有更多的优势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预算 如果你不介意2.5的税金 我觉得买2.5就够了 但2.4的Turbo Hybrid 其实也是它目前最强的Portran 对 好 那我们另外来看 这一次竞争非常的激烈 就是在最佳小型休旅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得奖者是Yaris Cross 可是入围的车款 包括了Kix E Power跟MG的ZS 其实都得到了很多票 想请教一下大卫哥 您当时是选择哪一款 我选择的是MG的ZS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集聚 的确每款车都很有竞争力 但是MG ZS 它也传承了 它先前在MG导入台湾的 第一款车型HS 它也是超规大满配 然后用不到75万 有机74.9万 你一次可以买到所有 消费者想要 过去不曾敢想象过的配备 全景天窗 驾驶座电条 两个前座的通风加热 后座有通风出风口等等 该有的都应有尽有 这样子的价位 就像它价格的透明化 消费者进场 他可以一次就可以买到 他所想要的东西 在市场上 当然比如说Yaris Close 或者Kix 他们都是可敬的对手 但是我觉得MG 因为有ZS的进来 让大家也发现到 原来我在这样子的 有限的预算里面 可以实现我在买车上面 的一次满足 好 那另外 彤哥请教您 这三分天下的态势 你选择是 我选择的是 Nissan的Kix E-Power 因为在这个集聚里面 真的第一次有 这个一部 有一部电动车呢 它可以享受到电动车的优势 但是又没有电动车的疑虑 这种忧虑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都是有这种考虑 所以当初我也有看 这个集聚的车子 因为我觉得说 这样子的集聚的车 在都市啊 平常使用啊 跑通告啊 都很好用 因为它其实在 油车选项里面 本来就在这个集聚里面 一直都卖得 很好的一个车款 再多了一个Portrait 让你感受到 E-Power的魅力 至少消费者 会选择更多了 好 那小叶哥 但我们要见一下 为什么最后Yaris Close 它还是胜出了 因为过去 Toyota在这方面 向来有它的优势 比如说它的经济性啊 丑散率啊 比如说入门集聚的部分 那大家还记得吗 Vios跟Yaris嘛 那其实这两款车型呢 卖得很好 可是通常 大家给人家的印象 就是会有一点点阳春啊 质感不是那么好 可是 这一次的Yaris Close 上来之后 它同样的 它有一个好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 再加上内装 外观 整个设计 质感大幅的提升了 那加上这个好的平台 在驾驭的时候 它整体的军人性 也非常好 那这些特点 在融合它原来的 引擎的部分 经济啊 还有这个效能部分的优势 整个结合起来 那我相信很多 各位有试驾过这部设计 一上车 一开上路的时候 有会觉得 哇 这台车 真的跟大家印象中的 Toyota的入门车是完全不同的 质感提升非常多 那相对的 有这些优势的加持 在这张Toyota这个品牌 整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刚刚在金哈尔奖 也有得到小兰的一票 那继续 我们要来看的 就是在小型车豪华集聚 好 这一家豪华小型车 最后的得主是 Mercedes-Benz CLA 但跟他竞争的 就自家兄弟 我们看到了 有宾式的A Class 有宾式的B Class 智希 NGCC在这个集聚里面 它的魅力点 可以突出了 很明显吗 其实真的因为 这个集聚比较特别 那三款车呢 我必须说 如果论真的很理性的角度的话 B Class一直有它一个市场的份额在 因为它的空间尺码 实用性真的是很不错 那我个人呢 选择CLA的原因 这一次在科技上面 不管是它的 比较高阶的MVUX的系统啦 什么音响的系统 甚至是虽然没有像 GLC 新的S Class 那么大的一些萤幕 但是很多软体 比如说OTA的更新 它都有跟进 那上一代过去的 就是我们讲初代的 它们的车型 我觉得就是 没那么好开啦 但这一代真的进步很多 对 不管是它的 1300cc涡轮的引擎 配这种双离合器的变速箱 成熟度拉高了很多 你日常的代步 然后你要帅一点 你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代价 买到C以上 尽管它是一个前驱的平台 但是操控啦 动力 科技 都已经算在这台车上面 表现得不错 好 那说理说 我相信在豪华市场里面 它是更大宗 更热门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揭晓的奖项 就是豪华中型修旅 其实上一届 我们看到的竞争很激烈 大家知道 最后得主是Model Y 但跟它竞争的对手 就是Mercedes的GLC 当时输给了Model Y 但今年它就拿到了 这个奖项 罗哥 阿元 我们一起来看看 得奖的是GLC Coupe 所以果然有跑车线条 它更容易胜出 对 没有错 其实我们看这个GLC Coupe 它这一次 在整个大改款的外形上面 其实你还是一眼认出 它就是当今市场最主流 量最大 在欧洲的豪华中型修旅车的市场 它不管在各方面 都是一个标杆 因为我自己也有拥有过GLC 甚至之前的GOK 我认为这个车子 在以豪华的市场 范畴里面 它各项表现都是非常好 而且重点是 它不会坏 就是妥善率非常好 很让你满意 对 我加起来总共用了超过十年 没什么毛病 所以基本上是非常重要 所以也是在市场上 为什么大家接受度这么高 第一个品牌形象好 第二个它不只是 配备也给得很好 然后各种豪华条件都够 最重要的是 它的品质够稳定 很多的女生 即使看到GLC跟GLC COOP在比较的时候 她们都会更倾向于 我也要帅帅的线条 所以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一款男女通吃的 一款车 才会这么受欢迎 对不对 没错 它这次的流线造型 又更加的喜严 尤其我觉得是在车尾的部分 尾部的线条 和尾灯衔接的这地方 这次收得是更加的漂亮 而且这次它的车身尺码 有一定程度的放大 虽然它有很漂亮的美背造型 但是实用性能其实也是很棒的 一般的状况之下 545公升的空间容积表现 而且把第二排倒下 1490公升 而且它还有很多一些 套件可以选择 不然轮圈族的部分 如果是200的话 它有18吋的铝圈 300是19吋 那我们今天这台车子 有选配20吋的 这个配色配起来 好饱满 很饱满 然后再加上 还有一些夜色套件的选择 不然BC柱 都是黑化的一个感觉 看起来是更加具有神秘感 那你在市区去使用它的时候 它也具备包含 可以选配后手转向 其他避震器 不过我觉得 虽然它的这些 众多的使用经验 都是非常亮眼 但是我觉得 大多数人看到它的侧面 都还是会感觉到恋爱 是 好 就让你有谈恋爱感觉的车 它就格外的迷人 谢谢两位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 也是在豪华的中大型收旅 Bob哥还有小兰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次的得主 就是保时捷的凯燕 凯燕当然也有凯燕COOP 非常的帅 他可能跟地风族更好看 刚刚Bob哥在金卡奖的时候 你的一票就直接投给了他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这次确实 在豪华极具的标杆地位上 他就是举足轻重的是吗 对 他当然有他 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为凯燕是第一个 把修旅跟性能 结合在一起的产品 因为过去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修旅都不能跟性能 划上等号 那当然凯燕 到了这一代 他做中期改款 中期改款除了抛券 他其实有很大改变 大家都说是最大幅度的小改款 对 其实我们讲说 一般入门的 大概就是3.0升 V6这个引擎 动力大概小幅增加一点点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他其实有很多的抛券的选择 那另外就是 他进入新一个世代的内装的界面 所以包括以前我们过去会看到 三环表 五环表 他是一个指针式的表 那现在变成像TICAN一样 他是一个变成是一个数位的仪表板 而且他保有原来在保时捷上面 我们熟悉的这种圆形的仪表板 所以整个的内外 其实都做了一般的格型 所以我大概会选这台车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缺点 讲一下 我觉得现在的凯燕S的价格 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所熟悉的400多万 他现在已经到500多万 而且你大概选上你想要的基本的配备 大概就600万起跳 那如果你的野心比较大 或者是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舍不得大概就是要700万起跳 好 口袋深度决定了 你要他的哪一个等级 但是就动力上的表现来看 确实凯燕S他会更吸引到你吗 小兰 是 其实就像Bob哥刚刚讲 这一代的这个 这一次中期改款的凯燕 他可以说他的改装幅度真的非常大 除了刚刚Bob哥讲的 就是在动力啊 还有内装的部分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他的这个凯燕的S啊 他采用的这个引擎是之前GTS用的 这个4.0 V8双涡轮的这个版本 所以其实在动力上 像那时候试驾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是先试了他的S 后来又试了他的基本款 那我就发现说 这个车子他真的是 不管是基本款的 或者是他的这个V8的版本 在动力的部分啊 真的都能够提供很充沛的这一种 动力啊跟加速性给消费者 因为他导入了PASM 主动式的这个悬吊调整系统 那你看他采用的最新的这一个 最新的这种双阀门的 这个设计的一个阻尼 那他可以让你不管是低速的舒适性啊 还有像他前辅后仰 甚至侧倾的这个整个都整个这个操纵性的部分 全面改善 因为我们在试车的时候 我们还特别去了越野的这个项目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会买到这种中大型豪华的休旅车 大家对他的因为价格也高嘛 大家对他的整个功能性 一定是期待是更全面的 这一次我们也发现说 他的越野能力 他不是只有昂肉很强 他越野能力也很棒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 比较特殊的恶劣的天气 或是露面的时候 他还可以让你全家都很安稳 又很优雅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 只有凯燕可以超越凯燕 所以确实在保时捷内 这个品牌里面 他就是一个 我们说救了这个品牌的 标杆性的产品 所以也恭喜他得奖 好 我们刚刚陆续揭扫了 豪华中型休旅 豪华大型休旅的得主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小型休旅的集聚 得主是X1 I X1 这也是BMW目前最热的一个车系 对吧 我觉得他这次价格定得非常的漂亮 某种程度它会让很多人 会想要去换电动车 因为他入门的两款 我应该说是汽油版的这个动力 是16跟20 那它是1.5涡轮三缸引擎 那你想要电动车 I X1的话 其实你只要加12万 那这样子的话 它整个动力从170匹 直接跳到330匹 扭力也到50公斤米 而且又有全景式天窗 你整个动力加速 性能配备都更好之外 它还更省油 根本不用用油 它是电动车的关系 所以它基本上 你如果是要买一般省油的话 入门 那中间配备更好 那你想要进入电动车世代的话 它的I X1就是更好的选择 对 而且它整个车室空间 已经可以媲美过去的 X3的这样的车格 所以让很多人觉得 它更加好用了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揭晓 其他的奖项还要开这次得主当中 最贵的一台车 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揭晓的是这一家豪华大行车 得奖迷单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说 哇 这个身价傲视群雄啊 智欣一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 Spectre是这个纯电女神 那它也终于降临 我觉得它有非常多的记录 第一个是 它是承袭的这个Fenton Coupe 所推出的一个车款 车场有到5米4 但是它只有两个门 它是双门 那每个门呢 据原厂表示 每个门大概已经到1.5米的一个宽度了 所以它打开又是前开式的 打开之后进入到里面 我觉得这次Rose Royce它在处理这个所谓纯电车上 它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因为纯电车既然没有引擎 过去是V12 可能可以有引擎声去 弥盖出一些这个车声的一些噪音 现在纯电了 你要把这个纯电的那种嗅嗅声啊 或者是一些底盘声音 全部都要盖掉 所以据有开过的一些媒体朋友讲 这可能会是有史以来 最宁静的一台老师来士 那再来是 它底盘又有非常多一些 sensor去监控 把你当成一个像是摩毯般 这种阿拉丁神灯里面一样 可以行驶在沙漠中 然后它完全不会有一些震动 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 老师来士车主从来没有体验过 如何在纯电中 获得那种宁静跟秘静 然后还包含非常舒适的 一个行车的享受 好 那我们跨个集续要来看的 是这一家商旅车 我想这次的得主 也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 它跨入到家用的领域 然后它的整个进步的幅度 非常的大 小兰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 其实这一次的Zinger 我们不能说它是大改 要说它是魔改的程度 因为它这个 你看它新的这个动力 1.5T的涡轮的这个引擎 然后搭配ZF的8速的这个变速箱 不管是它的油耗 然后动力 扭力 加速性 经济性 碎晶等等 都比上一代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变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价格也没有提高很多 像它五人做的这个顶规的话 也才82万多 跟它之前 改款之前 其实它的差别也多了一点点 然后你可以有完整的A-DOS 还有6气囊 然后甚至车内内装 也比之前还要来得更豪华 不能说豪华 就是说更接近一般市售的 这个中型的手里 像也有10.25寸的荧幕 然后又有9寸的主机 它除了这些适合家用的特点加进来以外 它原本适合商用的这个空间的机能 也都有保留 像它第二排的这个座椅 不管是前后滑椅 或是岛的这个机能也都保存在 然后打平之后 还有超过2000公升的这个容量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台 这一次最魔改的一台车子 对 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如果我要找百万内7人做的SUV 我真的就多了一个很有魅力的选项 对吧 洛哥 对 没有错 其实好像我朋友里面 只要有做自营商的 做开开花店的 等等的 几乎家里有Zinger 历代以来Zinger的比例非常高 就是说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商用 然后你比如说你白天工作完 假日要出游 他们也是家用 只是没有想到这次魔改改的 哇 这个舒适程度 完全不输给国产 其他的百万级的休旅车了 所以以这个底盘这样子的架构来看 其实它也很厉害 前双A倍后多连杆悬吊 这是源自于之前 它的一个越野车 Challenge过来的 这是Mitsubishi的 所以我觉得十几年前的 这个科技是 我觉得是非常有诚意的这些技术 它都一直沿用 你放眼现在国产的SUV 还没有人有它这么好的悬吊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他说 改成这样子 我再买一台 家里那台继续用 所以你看他就是 也保佑了原车主的这种喜好 绵续度 然后再开拓新客源 恭喜他得奖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这一次金卡奖的最佳MPV 其实入围的就是Toyota的Alpha 以及Lexus的LM 这两台车我相信 大家在投票的时候 应该有纠结吧 都觉得两台都具有冠军项啊 智希 你最后是怎么选 这两台因为我身边真的很多人买 然后我合伙人 然后公司也都有这个车 然后我觉得我会投给Alpha 原因是因为 它这一次真的改了为数不多 但是很重要上一代的缺点 比如说乘坐的这种晃动感 然后后排座椅的电动的功能 这次全部都加上去了 那整台车的宁静度啦 还有就是它 你大老板选择这种车相比 可能S-Class大七 所会牺牲掉的那些东西 这一次慢慢都补回来了 科技感用料等等 那当然我知道小英迪 那个最终的车是选LM 整个金卡奖 年度金卡奖 只是选LM 我会选蛮奇怪的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 这两台车相比的话 我觉得LM更多给人家 很多那种大企业家那种感觉 那我身边一些朋友 在买这个车的时候啊 其实会选择7座 而不是选择4座 原因是因为坐点的关系 比较前面 比较不会在后轮上 没有那么晃 那你就会觉得 差这100多万 你不如直接买LM 其实就可以了 而且呢 那个开在路上 也比较安全 不会遇到一些意外事件 那这两台车 目前在台湾车市 真的是超级抢手 连大老板们都得要 有耐心的等 然后其实很多人 在投票的时候 我相信都会说 如果我没有预算考量 我会买的那一台车 应该就是我最想 投票的那一台车 小安迪就选择了LM 对 那因为我去年 试下那么多车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一台特别是LM 因为它毕竟跟ABA 还是有一些差别 那它这个价格 那你在里面的用料 譬如是真皮 还有一些配备都不同 你会选四人座 还是多人座 多人座 六或七 这样子才可以全家出去 四人座的话 就没办法载那么多人 那还有一点就是 注意看它的资料 它这一次的刚性 提升了150% 所以说我自己开起来 我觉得是更偏向 它们品牌的休旅车的感觉 再加上里面的一些设计感 不会像上一代 你觉得 你真的好像在坐司机一样 就你可以自己 自驾的话是有乐趣 是好玩的 所以再加上它这个动力 顶规的话 有2.4涡轮四驱的话 我觉得还有 它这个二手价非常的好 所以就在开几年 你要脱手的话 也是有很好的价格 所以目前以我家庭来讲的话 这台是我最喜欢的一台车 好 那等一下 我们继续来看的是 性能迷 其实在面对 年度金卡奖的时候 他们的眼光绝对都聚焦在 性能车及超跑类 稍后揭晓 好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的奖项 包括了金卡奖的最佳性能车 已经知道的就是BMW的M3 Touring 因为它真的就是有极高的性能 但它又维持了很多人想要的 空间机能 刚刚也有两位 把它选为年度金卡奖 另外在看最佳超跑 宝石捷的911 GT3 RS 行男人这也是你的首选吗 对 我觉得金卡奖 其实活动有一个英文的副票 叫选出你的Dream Car 那我相信宝石捷的911 应该是在座我们所有 大家从小男孩到现在 刚刚录影前说 看完笑有人准备要当阿公了 要选Dream Car的话 我想911 永远应该都是其中一个选项 那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是911中的911 GT3的RS 就为自己而活的时候 你想要 GT3已经是把一些赛车 保持街的经验放上去 那RS就是Racing Sport 就是有一些张牙五爪 很夸张的这个空力套件 像它这一代992 它用了这个额颈式倒勾的尾翼 然后它赛车的精神就是说 它不用把你的马力调到最大 它只比GT3甚至一般的Carilla 大一点点 来到525匹 4.0的NA 但是它的重点在于是 它用了很多轻量化的技术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空力的这些下压力 让你在时速200甚至280 它给你更好的一个稳定度 然后以及它的冷却的加强 让你有更好的一个耐用度 那它的加速0到130.2秒 虽然在现在看起来 很多BEV的车可以拔它 但我觉得即使是一台91的Carilla 从按下启动扭发动到采架油门的感觉 到现在还是让我非常有一种输麻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Dream car中的Dream car 是 你在讲的时候 好多人都点头附和 就觉得好像我想拥有 那讲一下这一次金卡尔讲 如果真的有遗珠之汉 Bob哥您觉得是哪一台 我觉得应该要有 可以应该可以选的 应该是Model Y的RWD 因为我觉得Tesla的产品一直都让整个台湾电动车或全世界电动车有一个进一步的推进 那这一次呢 出了Model Y的RWD 大家可能一开始注意到它可能是一个入门车款 因为电池比较小 但没想到给大家市场上有一个经验 就是它虽然电池小 而且它用了BRD的刀片电池 这颗电池呢 其实它的可以冲入电的持续性很长 所以它竟然可以用20分钟在400伏系统下 现在可以用20分钟从10%到80% 它的充电曲线是漂亮的 对 它充电曲线其实很平 因为过去其实Tesla都一直有跳水式 对 所以它其实在实用性上很高 而且这台车呢 北高可以满电的时候就可以一次完成 所以它作为一个入门的电力的配置的时候 那却有这种北高一次可以跑完的水准 实际上它就代表它有很高的实用性 所以它价格一次下到200万以内到179.9 所以它当然会让整个电动车的推进 其实就更往前移动 其实事实上它有很大的量 对吧 对 好 谢谢大家共同参与这一次的第三届金太奖 我们下一届再会了 拜拜 拜拜 地球王机器人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市报道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机器人邀您一起上线